弟兄姐妹平安 已经加入这个专题会场三的弟兄姐妹 请耐心等候 我们还有十几分钟就开始了 请大家也为讲员和这一场专题报告来祷告 耐心等候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 我们在留言的这个聊天的这个功能里面 会有一些提示 大家可以看一下提示 等一下我也会专门的跟大家说明 请大家耐心等候 我们会把大家的这个音频和视频呢 技术同工都会把它关掉 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 你可以在聊天的功能里面呢 留言给我们 我们有同工会回应你 有人听不到声音的话呢 我们技术同工会告诉你 为什么听不到声音 怎么样来调整 请你耐心等候 小蕾 5点15分开始 我们这边的时间 好 你弄错了 好 那我们还有一分钟就开始 请这个技术同工把这个怎么样调整声音的提示发到我们的留言区里面 让他们可以看到 好 我们现在就正式的开始了 感谢主带领大家来到第三专题会场 参与周晓芹姊妹的专题 困境中笃信上帝的美意 为了帮助大家可以顺利地参与这个专题 我们的同工团队会协助大家 如果你有任何的技术问题 请通过聊天的功能联系我们的技术同工程帝兄 我们在讲座的后面会安排提问的时间 请把你的问题通过我们的聊天功能发给我们的问题收集的同工周姐妹 在这里有一点提示 关于提问 我们会关闭大家的视频和音频 提问会采用留言的方式 请大家的问题围绕本专题的内容来提出 如果你有其他方面的问题 请到新生命热线的微信平台留言 关于本次讲座的听讲 我们也有一点提示 可能有很多人是为了自己所关心的亲友 可以得到帮助来这个专题 我们想提醒大家的是 很感恩你有这样的爱心 但是如果你想真正的帮助别人 需要先为你自己来认真的听这些真理和应用 我们自己的生命被改变 才能够真正的帮助别人 下面我介绍一下本专题的讲员 周晓勤姊妹 周晓勤姊妹1989年武汉大学化学本科毕业 1990年来到美国 随即认罪悔改 接受耶稣做生命的主 明尼苏达大学化学博士 他是密歇根大学药学院的博士后 圣经辅导硕士 曾经在美国医药和医疗器械业 从事研发工作20年 与先生养育了三个成年的子女 庆祝以后一直在教会和校园团契侍奉 现在是全时间侍奉 生命记刊网络圣经辅导的同工 同时协助先生牧养一个小教会 本次的信息具有应用性和针对性 非常的受年轻人的喜爱 本次的大会中 他将传讲三堂系列的专题信息 将从约瑟的故事 引导年轻人来学习 今天的专题是 困境中笃信上帝的美意 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周晓芹姊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稍微有一点点变动 第一堂的课 我把题目改成 在困境中追求上帝的同在 如果你追求了上帝的同在 你自然就会独信他的美意 独信他的美意 其实是一个半个的成果 现在我就开始把我的PPT打开了 你们可以看见 可以看到很清楚 现在要把它打成个PPT OK 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 我自己看 我是觉得真的是末日越来越近 特别是2020年 这一年我相信对很多人 我们都看见 这个真的是 人心越来越败坏 世界越来越险恶 全球性的 日子越来越艰难 尤其是基督徒 感觉我们的生活大环境 全球性的 将会 整个生活大环境 将会越来越抵挡 耶稣基督 其实我们现在就看见了 今年这一年 我有一个好朋友 也是同工 这弟兄 突然间就离开了 姊妹还在 我相信姊妹好像也在 今天这个课里面 其实给我很大的震动 还有 今年美国的这个局势 大选 如果我以前 对这个人 还有任何的盼望的话 对人的体制 还有任何的盼望的话 2020年 把我心中的 对人的所有的依靠 全部毁掉 真的 全部毁掉啊 我在美国生活 30年了 我 所以这一次 我亲自 带着我们教会的几个人 去米瓦克 他 这个选票 从属的时候 我亲自去观察 我就看见这个 人心之罪恶 作弊之 之 之疯狂 之险恶 触目尽心 你们如果在网上 可以查到 有人采访我 用英文采访 我讲的 我的所见 所闻 所以呢 大会让我 讲一下 就是说 面对现在的局势 我们该怎么准备 我自己 我首先想到的就是 约瑟 为什么呢 耶稣咱们就不说了 因为他是 完全的人 也是完全的神 我们说耶稣 你就会说 因为他是上帝 约瑟就是 一个 像我们一样的 有血 有肉 有感情的一个人 只不过他 生活的时间 比较早 而且他17岁 就生活 发生了变故 所以呢 我们来 从他的这种 生命中 来看看 我们应该怎么样 预备我们自己 其实 我自己是觉得 2020年给我一个 很好的一个准备 所以 我愿意 跟大家一起 来分享 其实现在 我们看着我们的 大环境 我相信很多人 你 你 这个变化 你可能被困在 世界的某一个地方 然后你觉得 你现实 突然间 落差很大 然后 不管是什么原因 让你很自卑 自眠 然后你觉得 你生活中的困难 大如山 你有焦虑 有恐惧 或者你觉得 你自己像 佛品一样 飘摇 很孤单 疾苦 谁能理解你了 好像谁也帮不了你 你看不见 一点点 亮光 你陷入焦虑 烦躁 恐惧 失眠 抑郁 甚至绝望 我们这是个 我们这个团队 我们经常辅导的 就是这样的人 其实 这是一个 我觉得这是人生 最真实的一个写照 直过平时 我们太多的这些 世界上的这些虚假的 假象 把我们遮蔽了 我们看不见 这些真实的东西 其实现在 这才是最真实的东西 你怎么办 所以我的三堂课 我会 第一堂 我会讲 我们在这个困境中 怎么样追求上帝的统在 说实话 信耶稣 信久了以后 你会发现 对我自己来讲 我是这样 我最大最大的 祈祷 祈求 就是上帝 与我的统在 因为我知道 没有任何人 没有任何物 能够永永远远 跟我统在 只有上帝 第二种就是 在困境中 那我应该做什么事 我应该 哪些是我的职责 职责 第三堂课 我会讲 就是我们在困境中 我们真的是要 站在上帝的 那个位置上 站在天上 来看 这大的这个图画 上帝到底对我有 什么样的呼召 好 讲之前呢 我先介绍一下 我们这个生命记刊的福音 与辅导施工 欢迎你 你要是想更多的了解我们 欢迎你参加 我们呢 说实话 我和风华姊妹的讲座呢 只是我们的事工的一个前菜 开胃菜 我们这个事工已经做了好几年了 我们有上百个群 大大小小上百个群 我们做夫妻关系辅导 亲子关系辅导 各种各样人际关系辅导 我们教导父母怎么管教 按照圣经的原则 我们都是以圣经为原则 我们原则从圣经来 方法论也是从圣经上来 所以我们也辅导各种各样的抑郁 什么双向 神经分裂 精神病 各种各样的这种 我们都有 而且我们每年会给两期圣经培训课 在这我们也一直会讲这个圣经的大课 然后我们也有通读圣经和背诵圣经群 鼓励大家 待会在这个后面我们会分享一些 有些我们的学员 我们的这些学员的一些见证 下面我们就来看我们的第一课 我们从这个 我想从约瑟的三个方面来看 约瑟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他的困境 每次讲这些问题的时候 我都会讲到应用 就是他跟我有什么关系 然后第二就是上帝跟约瑟同在 第三上帝同在的诀窍 新约罗马书十五章说 说从前所写的圣经 也就是指旧约圣经 所以旧约的故事留在那 不光是指那个时候的故事 他也是为了教 都是为了教训我们写的 好像我们就是我们活在任何时代的人 包括我们这活在末世的人 我们因为读了他们的故事 读了上帝的教导 然后我们能够产生忍耐和得到安慰 这样的话可以让我们有盼望 我也再说一下这个解禁的原则 因为我们讲约瑟的故事的话 它是故事题材 就是narrative 故事题材呢 我们必须在圣经中 在找交道性的这些话 来解释这故事题材中 他这些故事 是有什么样的教导 怎么样的应用 所以这就是读圣经的这个窍门 就是说我们读他的故事 但是我们要用圣经中交道性的圣经 来分析圣经中的故事 所以我就是这样 我就是你看我会用圣经中交道性的话 我们来分析约瑟的故事 约瑟是怎么把这些 他所知道的上帝给他的这些 关于上帝的知识 对他的教导应用在他的生活中 以及怎么跟我们现在有什么关系 好稍微看一下约瑟的时间表 这都不是我杜撰的 完全都是我从圣经推出来的 他17岁的时候生活发生了巨变 就是从霸宝男 霸宝男变成了奴隶 28岁的时候在监牢中 为这个酒镇解梦 后被酒镇遗忘 中间这11年发生的故事 待会我们会讲到 到30岁的时候 他从囚徒突然间就变成了宰相 然后这就是七个丰年的开始 在这七个丰年开始的时候 他得了两个儿子 然后在39岁 也就是说在这个七个荒年的第二年 他的兄弟傅家就来到埃及 跟他团聚 当时雅各130岁 所以你这样推算 约瑟出生时雅各已经91岁 所以他在44岁的时候 七个荒年丸 他在56岁的时候 也就是雅各 他们全家人搬到埃及 17年以后 雅各147岁是死了 然后他110岁的时候 约瑟死了 死的时候留一命 这是他信心的表现 说要把他的害骨 带回上帝的应许之地 好我们就开始 我们来分析 约瑟在17岁前的生活 他在17岁前的生活 我相信是我们所有人 梦寐以求 特别是年轻人 梦寐以求的生活 也是最值得炫耀的生活 为什么呢 因为他在17岁以前 他是富四代 他的爸爸雅各 是当地非常有钱的 很多的仆佩僧口 然后他的爷爷以萨 也是非常有钱 如果你对这个创世纪 很了解的话 你会发现 当时的菲利斯的王 都看见上帝非常祝福他 都来找他 要跟他拿关系 他的爷爷亚伯拉罕 也是个大富翁 他们当时 你看当地的人 对他的评价是说 他像个王子一样 所以约瑟在17岁的时候 这都是你可以推的 我是喜欢 我的创世纪 至少读了100遍 所以我推了若干次 所以你就相信我推的 所以约瑟17岁的时候 他的爸爸雅各 108岁 但是他精神很好 很有钱 他的爷爷还活着 以萨是168岁 为什么说这个呢 因为你要明白 约瑟对上帝的知识 他是有传承的 他的这个家族 因为他们寿命很长 他是有传承的 约瑟是他的父亲 唯一承认的一个妻 唯一 如果你看圣经 他虽然雅各有四个妻子 两妻两妾 但是雅各真正承认的 只有这个 就是纳姐 就是约瑟的妈妈 他最爱他的 最爱的妻子 在他晚年的时候 给他生他这个儿子 而且这个儿子又聪明 又漂亮 又乖巧 所以这个雅各 把他宝贝的不得了 所以在当时 这是三千 差不多三千四百年 三千五百年前的事 当时这个衣服 染衣服是很麻烦的事 你看这个画面 都染的不同的颜色 其实那个时候 可能根本就没这些颜色 那时候染任何颜色 都是很困难的 所以呢 其他的哥哥们 大概都是穿那个 灰不溜秋的颜色的 单色的灰不溜秋的衣服 唯有他一个人 穿了一个多彩的衣服 这相当于什么呢 就相当于现在 你们在家里 做富二代 光二代 红二代 whatever 就相当于你现在 人家骑着脚踏车 你开着一个最昂贵的豪车 你想过没有 你会不会很自豪 而且你现在一般 不是你一个人开豪车 很多人开 是不是 只不过比例来讲 相对少了一点 但是当时记住 约瑟就他唯一 他一个人穿着彩衣 也就是说 他真的是养曾处游 就是这样一个家庭的 这样一个宝贝的一个孩子 所以呢 他就也不设防 就是他做了梦 他如果设防一点 他就不会告诉他的哥哥们 当然 这个也是被上帝用了 用来后来成就上帝的美意 所以呢 他就是在这种环境长大 你看见他跟他的哥哥 他跟他的父亲的妾僧的那孩子们一起放养干什么 他就把他们的恶行告诉他的父亲 也就是说他其实是很有公义的这种思想 知道这个好歹 看见没有 只是说他不是很有智慧 他没有想到他的哥哥们 他想到他的哥哥们 可能像他爸爸一样很爱他 他没想到他的哥哥们 是这样看待他的 所以呢 他是这样一个养曾处优的一个人 在17岁的时候 记住才17岁 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 是差不多成年 还没有完全成年的时候 就在这个时候 他的生活发生了巨变 我们看这个故事就知道 他被他的哥哥们抛弃 有的还要把他杀死 幸亏是他的大哥和他的四哥 中间男主没有杀死他 把他卖掉 卖掉呢 他一瞬间从这个尊贵的主子 被卖到这个埃及做了奴隶 就从生活无忧无虑 到一下子成了一个孤家寡人 流利失所 而且必须自己干活养活自己 而且还落到一个不同的语言环境 当时希伯来文 他讲的是希伯来文 跟埃及的文字是不一样的 希伯来文 希伯来是善的后代 埃及是这个韩的后代 他们已经分开有一段时间 因为这个文字变化是在希伯的时候变的 也就是他们已经是不同的这个语言的背景 不光语言的背景 文化的背景是埃及当时是比 埃及已经成为一个国家了 而这个以色列这帮人 还只是个游牧的一个部落 所以埃及的文化 在当时世人的眼光中是要比以色列的文化要强势很多 所以埃及身上说得非常清楚 埃及人是非常鄙视这些牧养人的 如果你仔细读这个创世纪 你会发现提到两次 埃及人根本就不愿意跟他们在一起吃饭 而且他被卖到那个地方以后 他被诱惑 被诬陷 被判刑 被遗忘 遇到所有所有的难处 你说他 抱歉打断一下 这个周姐妹 那个你需要重新在这个 share下你的那个PPT 重新 PPT现在没有了 你重新 OK 对不起 对不起 现在怎么样 现在可以了 现在可以了吗 现在可以了 OK 好 谢谢 所以你看一下这个 所以你看一下这个 约瑟的他的这个 突然间的这个生活中的这种变异 等于从天堂一下掉的 掉到这个地底下 而且是低的 很低的很低的一个位置 你想一下 像不像你现在的困境 不管过去 这因为这个大环境的变化 或者你周围的小环境的变化 你的这个生活中发生了多大的剧变 你想过没有 这像不像你 这是不是上帝也要借着约瑟的故事来 亲自来 安慰你 给你忍耐 你知道我在准备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觉得就是上帝在跟我讲话 OK OK 但是呢 记住约瑟当时才17岁 按照我们现在的标准 还不到18岁 所以这就是什么 如果你是个年轻人 你在听我的这个讲座的话 你记住 你其实可以 即使你很年轻 你在上帝面前 你也可以立定心智 求他帮助你跟随他 OK 他约瑟17岁 你看他 是不是比我们现在很多成年人 还要成年人 单单的就是因为他追求上帝的同在 他在随后的13年 我不是刚才讲了吗 他30岁的时候才从监牢里出来 也就是他随后的13年 生活在真的是黑暗中 一次比一次差 一次比一次差 我们来看一下 他是怎么面对 他是怎么样追求上帝的同在 而上帝的同在 又怎么样帮助他 希望我们在学习这个的过程中 我们就思想我们自己 现在我的人生我在什么处境 我应该怎么样向约瑟学习 牢牢的抓住上帝 不要放弃 好我们来看上帝与约瑟同在 好我读 创世纪39章2到6节 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 耶和华与他同在 他就摆事顺利 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 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 尽都顺利 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 伺候他主人 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 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 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 和他一切所有的 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 赐福于那埃及人的家 凡田里和田间 凡家里和田间 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 波提法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 约瑟的属中 除了自己所吃的饭 别的事一看不知 创39章20到23节 这个波提法把约瑟下在监里 就是王的囚犯所求的地方 于是约瑟在那里作监 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 向他施恩 使他在私于 私于的眼前蒙恩 私于就把监里所有的囚犯 都交在约瑟手下 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 都是经他的手 凡在约瑟手下的事 私于一概不查 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 耶和华使他所做的 尽都顺利 你看圣经故事题材的时候 圣经故事题材 它有个窍门 你读的时候你注意 故事题材 写圣经的作者经常会在旁边加上 comment 就是加上这个评语注释 比方说这个里面的那几个红字 耶和华与他同在 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 都是圣经的作者 站在上帝的立场 家的这个评注 然后他的主人建耶和华与他同在 是他的主人站在主人的立场上 也觉得这个人与他其他的家里的仆人 是不一样的 看见他的不一样 好我们继续读 然后创世纪四十章第八节 他们就是九正和善长 这是在监脑里面 他们对约瑟说 我们个人做了一梦 没有人能解释 约瑟说 解梦不是出于神吗 请你们将你们的梦告诉我 这句话 你从这句话你可以看见 刚才我们看见的 我们刚才我跟你提到的是 上帝与约瑟同在的话 圣经的评论 圣经的作者说 上帝与约瑟同在 第二呢 旁边的人 就是他的老板 他的主人 看见上帝与约瑟同在 而这个地方讲的就是 其实约瑟自己也知道 上帝与他同在 为什么呢 因为他跟他们说 解梦不是出于人 是出于上帝 既然是出于上帝 那你们把梦告诉我 也就是说 上帝与我同在 看见没有 所以他很清楚 上帝与他同在 创世纪41章15到16节 法老对约瑟说 我做了一梦 没有人能解 我听见 我听见人说 你听了梦就能解 约瑟回到法老说 这不在乎我 神必将平安的话 回到法老 这句话又是这样的 就是说 解梦全是出于上帝 但是呢 上帝与我同在 所以你可以把你的梦告诉我 我来跟你讲 OK 好 41章38节 法老对称部说 像这样的人 有神的灵在他里头 我们岂能找得着呢 就是说法老爷见证 上帝 真的是与这个人同在 OK 好 我们中国人哈 我们都非常非常看重关系 有时候你做的事 即使不要关系 我跟中国人哈 国内的人打交道 国外的中国人打交道也是 他做任何事 他都会 只要他能够摸得着 他都会来问我 说 小秦 你在哪工作 你能帮我递一下这个推荐信啊 我说 你怎么知道 我在我的公司 是一个大家喜欢的人呢 如果大家都讨厌我 我帮你递 本来你还有机会 通过我帝了 人家不就更讨厌你了 是不是 很多人不这样想 中国人因为太看重关系了 做任何事 都想去拿关系 都想去拿关系 如果 你就想想 如果你的生活中 突然间陷入巨大的困境 但是呢 如果你有一位 位高权重的至亲 不光有位高权重的至亲 而且这个人 他非常看重你 非常呵护你 总是关照着你 你怕不怕 你不怕 是不是 你只要找人带信 告诉他 你出什么事了 就行了 是不是 我们基督徒 如果你的上帝 你知道他很关心你 你知道你跟他的关系很好 你随时借着祷告 就把你的情况告诉他了 你还用害怕吗 这就是为什么 你要追求的是 你要与这个 位高权重的上帝 掌管一切的上帝 你要追求与他的同在 你要 你要像约瑟一样 你自己知道他与你同在 以至于周围的人 也知道他与你同在 OK 而且上帝也知道你 他与你同在 你还用怕什么 是不是 好 你看见上帝与约瑟同在的表现 他说他白事顺利 我们稍微解释一下 所谓的白事顺利 并不是我们人想象的白事顺利 如果你看这个约瑟的生平的话 你会发现 他有些事是非常的顺利 就是他不会 就是他绝对不会因为 绝对不会吃自己的饿的饿骨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其实我们很多人 白事不顺利 是因为我们吃自己的饿的饿骨造成的 OK 但是呢 你看约瑟他真的是很顺利吗 不是 有时候人家的饿 人家的这个忽略 人家的这个诬陷 也会造成让他这个 让他倒霉呢 看见没有 但是呢 那种倒霉 我们以后回头再看就会发现 那每一次倒霉都是上帝 给他一个跳板 让他跳得更高一些 是不是 所以呢 记住这个白事顺利 跟我们正常人想象的白事顺利是不一样的 好 我们再总结一下 然后他上帝与他同在呢 他人是可以看见的 他自己也知道 而且这 他的雇主也非常信赖他 而且他走在哪 哪的人都跟着他一起蒙福的 OK 因为他与上帝同在 他就不会犯罪 他能够逃避诱惑 能够战胜罪恶 这是对基督徒来讲 是跟世人最大最大的差别 还有他就是他不会在乎人怎么说他 他只会在乎上帝的意思是什么 所以呢 问一下我们自己 我在困境中 我喜不喜欢有这样的力量 能够活出这样的见证 而且心里特别被上帝滋润 被上帝安慰 能够坚韧 好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这个上帝同在的诀窍 好 我们刚才是讲了他的故事 我们说圣经是昏然一体的 有时候他是讲故事 有时候他是教导性的这种 教导性的这种话语 所以呢教导性的话语 是给我们一些解释故事的原则 故事呢又给我们提供了教导性的话语的一些 案例 帮助我们去应用 打个很简单的比方 就约摩西五经讲了大量的帮助穷人的原则 然后路德记这个故事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故事 讲具体怎么操作怎么应用 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讲这个 好我们来看一下上帝同在的诀窍 圣经中很多地方讲到 但是今天我们就特别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四到十节 好 我在读这个之前 我稍微跟你们讲一下 我把圣经上那个红字 我把它改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红字在和合本的时候 它翻译成常在 但是它的英文翻成英文的话 原文更洁净的是 也就是说它翻译常在不准确 因为和合本是一百多年以前翻译出来的 所以翻成住在更准确 这就是为什么 如果你看新一本的话 它就把它改了 改成住在 好我们来一起读 约翰福音十五章四到十节 耶稣说 你们要住在我里面 我也住在你们里面 只子若不住在葡萄树上 自己就不能结果子 你们若不住在我里面 也是这样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只子 住在我里面的 我也住在他里面 这人就多结果子 因为离了我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人若不住在我里面 就像只子丢在外面 枯干 人拾起来 扔在火里烧了 你们若住在我里面 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 凡你们所愿意的 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你们多结果子 我父就因此得荣耀 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 我爱你们 正如父爱我一样 你们要住在我的爱里 你们若住在我的 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 就住在我的爱里 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 住在他的爱里 从这一段圣经 我们可以看见 上帝同在的诀窍 我把它归纳成五点 循序渐进的五点 第一点就是 基督徒住在耶稣里面 是必须的 你没有选择 你没有选择 你知道我们在辅导中 我们遇到各种各样的 抑郁的心理啊 或者是孩子弄得乱七八糟 夫妻关系弄得乱七八糟的问题 每次他们来了以后 我们先安慰他几句 帮助他一下 看看他有没有什么具体的 严重的问题 比如说家暴等等 我们马上就开始训练他 住在耶稣里面 很多人我跟你说实话 他很懒 他不想 但是我们跟他说 你没有其他的选择 你想你的生命被改变吗 就是要住在耶稣里 住在耶稣里是必须的 不是选择 因为我们在上帝的 这是个比喻 我们在上帝的国度 上帝的家里面 耶稣就是那个葡萄树 我们基督徒 就是他葡萄树上的侄子 所以呢 我们的目的 上帝把我们 粘在他身上的目的 葡萄树你知道 没有其他的功能 你看这个拐弯墨角的 不能做任何家具 不能做任何作用 葡萄树只有一个作用 就是结果子 如果这个葡萄树不结果子 就把它扯下来扔掉了 看见没有 所以呢 你没有其他的任何作用 你也做不了家具 也做不了乌粮 也没有办法成为漂亮的 装饰品的树 你看他的树长得也挺丑的 说实话 他只能结果子 OK 所以呢 住在耶稣里面 第一 第二 住在耶稣里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上帝的话 必须住在我里面 如果上帝的话 住在我里面的话 我的世界观 或者说我的神学观 必须被改变的 这个是至关重要 我这三堂课 会反复讲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发现 人的根本问题就在这 你知道吗 我们中国人 我们因为 我们的文化 我们的宗教 我们的 我们的这种民间宗教 我们 我们的这种 所谓的教养 我们 几千年 只是住中外表 所以呢 我们反反复的强调 其实你的根本问题是 是是是是 世界观的问题 世界观 我会反反复的强调这个问题 帮你分析 好 第二 就是住在耶稣里 就上帝的话 必须住在我里面 当上帝的话 住在我里面的话 这个表现是 我的世界观 必须被翻转 OK 第三个就是 当我的世界观 被世界观 被翻转以后 我的欲望 欲望是什么 也就是你的价值观 和你的人生观 必须也被改变 OK 然后呢 圣经人说 你是只字啊 你住在神的话里面 你就会被滋润 滋润 滋润什么 你有没有觉得 你很枯干呢 很多时候 滋润 就是你的感觉 也会被改变的 你就会觉得 你有一个 你知道你枯干的感觉 和一个滋润的感觉 是完全不一样的 OK 好 第四啊 第五就是 你自然的 当你的枝子 很滋润的话 有营养的话 你自然就接出果子来 果子就是你的言行嘛 它自然而然就流入出来 所以你看见没有 上帝同在的诀窍 它是有你之外 借主之力 是水到去成 说实话是个 非常非常简单的道理 非常非常 你知道我们 我们辅导群 很多人是农村的 是不容易 就是农民那种 但是如果你是农民 你更容易理解了 种东西的话 其实上帝说的话 都是最简单的话 最有常识的话 好 我们现在来分析一下 第一 上帝同在的决项 是第一 你必须住在耶稣里面 没有选择 你看见没有 因为你 我们基督徒 我们做的任何事 我的力量的源泉 我的动力 必须是来自神经 有没有发现 我们在辅导群里面 是不是有人说 哎呀我靠自己做不到啊 我说是的 你靠自己做不到 别说你 我也做不到 看见没有 就是说 我必须靠耶稣 住是什么 住是一个主动的行为 不是一个被动的感觉 还有没有你发现 不管是我们自己还是其他人 你发现我们一谈话 就是我感觉 我认为都是高举自己的感觉 圣经上说 你要住在神的话中 不是说你感觉住在神的话中 而是说你必须要行出来 你必须要做 你没有其他的选择 你要主动的住在神的话中 怎么叫住 打关键的地方 比方说 你是我的邻居 我跟你的关系非常好 我就 比方说我每天 我跑到你家去 去15分钟 我每一天都到你家去 可能到最后你的配偶 或者你的家人烦死我了 说这个 这个小秦怎么这么烦 他都每一天跑来 你说我是住在你家吗 不是啊 我这是常去啊 是不是常在呀 是不是 但是呢 我换一个逆场说 你说我老公 我老公这疫情下 每一天24小时 一个星期七天 几乎天天都在家 去教会咱们俩一起 除非他每个星期出去 打那么几次球 否则天天在家 但是呢 如果我老公不是这样 如果我老公 他每天到我家来15分钟 你说他是住在我家吗 不是 那我就不就像个小三啊 是不是 他到我家转15分钟 到其他地方去住 是不是 所以住的话是什么 就是说 你的 基本上你的时间 你的心思 都要在耶稣里面 偶尔出去开个小柴 run errands 偶尔出去 打一个球啊 做一点小事 他马上又回来 这才叫住 常在是什么 常在就是你每天花15分钟 去了就行了 这就为什么你们发现 我们 为什么我们基督徒 我们的信仰活不出来 我们有这么大的问题 为什么 我每个星期去教会 我每天读圣经 读30分钟 问题是我读完圣经 30分钟以后 我把圣经一合 我的思想 世界观 又回到原点 把圣经一合 就把我刚才读的东西 合在圣经里面 这就是我们的根本问题 就是我 只是把读圣经 当作是我生活中的一个check box 就是一个要完成的一个项目 读完了以后 他是他 我是我 他跟我没有关系 我没有让他来改变我的思想 这其实就不叫住 住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我在里面 我跟他朝夕相处 我偶尔出去一下 我 你知道吗 你养孩子 你生的孩子 当然长得像你 就不是你生的孩子 是你抱养的孩子 我跟你说实话 你养的孩子 养大了 他也像你 他可能长得不一定像你 但他的神态像 为什么 他跟你朝夕相处 住在你家吗 就是这样的 而且这个夫妻也是这样 如果夫妻关系特好 长时间在一起 慢慢他就长成夫妻像了 为什么 其实他不是五官像 他是这个神态就像了 所以这就要住 记住要住 他说住是怎么住呢 住在耶稣里面 也就是说耶稣的话 必须要住在我里面 这就是圣经上刚才说的 就是约翰福音15章 你们若住在我里面 耶稣说 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 耶稣的话住在我里面 是什么 就他的话进来 我吃了 这就为什么 圣经上说 读圣经不叫读圣经 叫吃神的话 为什么 吃完了以后 进到你的肚子里面 他就 他 你就不能再主动 你就 你就让他来进入你的生命的血管的每一个部分 然后把你的细胞重新走合 因为你的细胞 看是什么地方的细胞 多少天就要换一片 是不是 新的材料重新跟他走合 世界观也是这样 就是读了圣经以后 你的世界观必须要被改变 什么叫世界观 就是你解释所有事情的因果关系 所以你就想想 打个很简单的比方 你想想 我现在很焦虑 很恐惧 你知道这是我 你们要是在我的辅导群 就发现 小鑫老师 我很恐惧 我很焦虑 我就问他 你能不能讲一下 你为什么恐惧 为什么焦虑 为什么 我其实就是帮助他 分析他的世界观 你知道 如果你分析 你的情感出来 你分析你自己 你会发现 你平时 你斩钉戒铁的说 我的世界观 我就是赠助 耶稣为大 他就是掌管一切 其实你焦虑的时候 你就发现 那是 那根本就不是 你的真心的话 你焦虑的时候 你就发现 你其实根本不相信 主耶稣掌管一切 你还是相信 这个唯物主义的东西 这个你 你现在没有拿到 那个东西 没有拿那个钱 没有那个房子 你现在有这个问题 那个问题 你说穿了 你还是不相信 上帝是你的主 不相信他掌管一切 看见没有 其实是你的世界观 出了问题 所以呢 借着你的焦虑 你要 所以这就为什么 经常有人跟我说 他有各种各样的 很不好的 所谓负面的这个感觉 有些人 他不体会 小秦老师 问他的问题 偶尔会有人来骂我的 说我总是反击 问他 不好好回答他的问题 其实我就是在 好好回答问题 只有我在他前几步 他不知道我的套路 所以我反问他的目的 就是帮助他 让他分析他自己 他为什么会恐惧 会焦虑 他思想中 谁掌管一切 什么世界观 就是世界上所有东西的因果关系 其实当他焦虑的时候 他分析他自己 他会发现 他的世界观 一点也没被事情改变 还是以前的 无神论 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说穿了劲怎么回事 看见没有 所以呢 所以我们借着 我就是我读了圣经以后 我的世界观要改变 我怎么知道 我的世界观改变没有 我就借着我的情绪分析 我现在为什么 有这种负面情绪呢 是因为我相信什么呢 这个符合圣经吗 你看就借着这个 你就改变了 所以圣经要说 你必须要住在耶稣的话里 借着他的话 改变你的解释 世界上万物的因果关系 这种解释 是必须符合圣经的真 看见没有 其实这就是根本问题 根本问题 所以很多人他焦虑到我们这来 以为我们给他一贴药 他吃完了就好了 不是这么回事 我们是帮助你 分析你的世界观 好 我们看一下约瑟的世界观 约瑟呢 我不是说吗 因为约瑟的爸爸很债 雅各的个性很债 而且雅各也很喜欢这个儿子 所以相信雅各教导他很多 关于上帝的事 因为记住 雅各回加兰地 过那个约旦河的时候 在那个渡口上 天使跟他摔了一跤 他就从此就认罪回改 信耶稣了 所以那个时候 约瑟还小 所以他跟约瑟讲很多 而且约瑟回来以后 又跟他的爷爷 你知道他被卖的时候 他17岁 他的爷爷才168岁 他的爷爷以撒180岁 才死 12年以后才死 也就是说他跟他的爷爷 也有相交的 有十好几年的时间 所以在这个期间 他从他的爷爷和他的父亲 那个地方了解了很多上帝 过去是怎么带领他的太爷 他的爷爷 他的父亲的 所以他相信上帝是圣洁 是公义的 为什么 我们后来就知道 因为他的祖母 诱惑他 要跟他犯奸义的时候 他就说 我怎么能作这大恶 得罪上帝呢 所以他相信上帝有主权 他掌管监测一切 上帝必报应的 知道吗 这是他对上帝的认识 之前是书本 这是后来运用了 然后约瑟的世界观 约瑟也相信 上帝掌管一切 比方说这个梦 解梦等等 题外话 你现在不要去把这个梦 太当回事 那个时候他们用梦 是因为他没有圣经 现在都是以圣经为基础 所以现在你再别跟我说 你做个什么梦 我们群里面 是不是有人跟我说 做什么梦 我说你看看传导书 想多了你就做梦 现在的真理都在圣经上 所以约瑟其实他的 你从他说的这些话 你可以看见他的世界观 就是说他真的是他的世界观 他这样相信 他也把他活出来了 所以约瑟的上帝很大 很大 这就为什么约瑟能够泰然自入 而且约瑟也相信 上帝借着人的罪恶和灾难 成就他的美意 恶人再凶再恶 恶人也不可能用恶人的恶 来胜过上帝 这也是我的坚信 这就是为什么 虽然今年的处境不好 但是我相信 虽然很多人非常非常恶 我相信上帝也借着人的恶和灾难 成就他的美意 这就是约瑟的世界观 因为他的世界观是这样的 才能帮助他活出来 所以你看见没有 人的根本问题 其实就在思想内容 好 欲望 第三点就是欲望 当我们与上帝同在的时候 我们的欲望 价值观 人生观会被改变的 约翰福音15章7节说 你们若住在我里面 我的话也住在你里面 凡你们所愿意的 祈求就给你们成就 很多人跟我说 哎呀 我祷告很久啊 上帝怎么不回答我 我说你怎么知道 你祷告的符合上帝的心意呢 世界观也没改变 当然世界观没改 价值观也不会改吧 是不是 然后呢 圣经人说的很清楚 如果你住在耶稣的话里面 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 你的世界观一定会被改变 当你的世界观会改变 你的上帝非常大 你的上帝又公义又圣洁 又掌管一切的话 你的欲望是不是也会改变 当然啦 你的价值观 你的人生观就会被改变 什么是价值观 价值观就是你人生中 你认为什么东西有价值 什么东西没价值啊 所以这很多人跟我说 哎呀 你知道我们 教养儿女群里面 找我们最多的什么 哎呀老师啊 我的孩子不愿意读书啊 哎呦成绩不好啊 哪天又考了个七十分啊 或者六十分啊 看见没有 反映出他的价值观是什么 孩子是人生中什么都不重要 他哪门课考了多少分才重要 看见没有 就是你 但是这个地方是 圣经上说 我们若住在耶稣里面 耶稣说你们若住在我里面 我的话也住在你们里面 也就是上帝的话 一直住在我们心里的时候 我们对世界的因果关系的看法 上帝的 我们的上帝是怎么回事 我们就不一样 我们会 我们的世界观会比上帝所改变 当我改变以后 那我的欲望就会改变了 所以欲望改变的表现是什么 那我祷告的时候 求的东西就不一样了 你有没有发现 教会里面 几乎所有的教会都是这样 教会里面就是 哎呀主啊 求你帮助我 让我的儿子考上什么学 哎呀他明天要考试啊 哎呀他明天要考试啊 那天的多少考了多少分啊 哎呀我要买房子啊 哎呀我们家借债了 你会发现 全是琐事 全是你今生今世的欲望 为什么 因为你的世界观没得改变 所以你的价值观 全是自我中心的价值观 看见没有 全是眼前这一点 所以当你住在神的话中的时候 你的价值观就会被改变 人生观是什么 人生观就是我今生今世 我要追求什么东西 看见没有 价值观 你你你当然你什么认为什么东西 有价值你就追求什么东西 是不是 所以呢当你住在神的话中的时候 你的世界观改变以后 你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一定改变 也就是说你向上帝求的东西 也一定 不一样 也一定会以事以为 以上帝为中心的 而不是以你自我为中心的 OK 好 所以你看看约瑟的价值观 约瑟尊重上帝 过于尊重人 怎么看得见 你看那个妻子诱惑他 他如果从来跟那个妻子 他他按照我们中国文化 他又占了便宜 而且人家不一定 人说不定他还位高权重呢 是不是 你看那个 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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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锐晨刚才叫什么 那个央视的那个人 他不就是跟那些人的贵妇人睡觉 然后就就可以往上爬 这个很多 在美国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Harris 就是这个这个 这个民主党的这个副总统 呃 竞选人 他怎么爬上去 他不就是靠29岁的时候 睡一个 呃 60岁的这个黑人 旧金山的副市长 睡上去的吗 是不是 但是约瑟就不这样 约瑟尊重上帝 过于尊重人 他的祖母 想 诱惑他 他坚决不从 OK 而且他尊重上帝 过于尊重自己的命 因为你知道他跑了以后 他的祖母陷害他 把他民生搞坏了 还把他吓到尖里 而且他这个吓到尖里 这个民生是 是是想 性侵他的祖母 这是个很难听的名字 而且他尊重上帝 过于尊重他自己的前途 看见没有 因为他的世界观 他相信上帝掌管一切 相信只要上帝不允许 没有任何人能够 毁坏他的民生 毁坏他的前途 在这种世界观的 驱死下 所以他才能够把上帝 放在人 他人 他的祖母 他的上司 他自己的民生 以及他的前途上面 他才愿意 他的人生观 他才愿意 即使被弄得很糟糕 他也愿意尊重上帝 看见没有 这月色的这个价值观 和人生观不一样 这就是他追求 与上帝同在的这个结果 好 OK 第四呢 是滋润不枯干 感觉被改变 圣经在十五章 第六节 约翰福音十五章 耶稣说 人若在我里面 人若不在我里面 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 人拾起来 人在火里烧了 阿末斯八章十一节说 人饥饿并非无病 干壳并非无水 乃因不听耶和的话 诗篇十九篇第八节说 耶和华的训词正直 能快活人心 你知道神的话 滋润枯干的心田 神的话快活 忧伤的灵 OK 所以有没有 经常有没有觉得 你长时间不读神的话 然后你陷入你自己的 罪的困境中 不该说的说了 不该做的做了 然后家里人际关系 弄的乱七八糟 然后你都烦死了 然后你焦虑 没法睡觉 然后亲子关系也搞坏了 夫妻关系也搞坏了 跟姻老 跟那些婆婆呀 姑子姐呀 各种各样的 姻亲的关系 也弄的个乱七八糟 为什么 为什么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住在神的话中 我们没有连接在耶稣身上 让我们这个侄子 枯干了 枯干了不但是在神的国中 没有益处 没有益处 不能成为他人的祝福 不能荣耀上帝 而且我们自己感觉 所以是非常非常糟糕的 OK 所以你想让你的感觉好吗 从开始做起 先把枝子 粘在 耶稣里面 但是呢 我跟你说实话 你的目的 不是要改变感觉 为什么 因为你粘在那个地方 感觉要改变 需要花时间的 就像你一个枯干的枝子 你把它接在一个柱子上 上面包一个泥呀 这样的那样 来花时间的 知道吗 所以 所以这就是什么 来到我们群里面的时候 很多人说我的感觉 感觉我们凡有的强调 说先别管感觉 要管你的生命 感觉只是生命改变以后的副产品 它有持后现象的 OK 它有持后现象 好 第五就是果子 也就是你的言行 它会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 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5节说 他说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枝子 住在我里面 我也住在他里面 这人就多结果子 所以呢 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呢 我们跟随耶稣 其实你不需要担心 你结不结果子 你只需要担心 你是不是结在他里面 住在他里面 你是不是 你的世界观 不住的在改变 你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不住的在改变 然后慢慢的 你的果子就会出来 果子是看得见的 你看约翰是不是有果子 当然了 你看约翰的周围的人 都看见它 是不是 但是果子 你记住 果子的特点 果树的 果树存在的目的 就是结果子 果树的特点是什么 我不知道你们都种过 果树没有 我种过很多种果树 去年 不是去年 是今年 刚刚种 又种了两棵苹果树 我之前种过梨树 桃树 樱桃树 都是种好多年 我那个樱桃 种了三年以后 第四年才结了十几棵樱桃 真的是那种猪红色的 大大的那种樱桃 结果那年 我没有管理好 我应该用个网子 把它网起来 结果都被鸟吃了 大概就吃了一棵 那棵真甜的 结果买的是一样的 结果子是需要时间的 所以很多人他没有果子 到我们这来 很烦 希望到我们这来 今天参加我们的辅导群 明天就结果子 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需要我们帮助你 连接在主耶稣上面 我们督促你 连接在主耶稣上面 但是你需要等待 忍耐 等候 你才能看见结的果子 月色的果子 我们大家都看见了 这里咱们就不说了 好 上帝同在 就是 均润在上帝的话语中 让上帝话语 改变我们的思想内容 改变我们的世界观 价值观 人生观 然后我们的言行 自然而然 就像果子一样 就接出来 就像这个图一样的 你的世界观 其实就是你的神学观 就是你的根 根在什么地方 都在地底下 一般的人看不见的 看见没有 价值观 人生观 可能看得见 如果你的树 那个树的truck 就是那个树干的话 有的树 有的树像松树的话 你根本就看不见树干 多半的树 像这个修过来 你才看得见树干 多半的树是看不见树干 因为它的枝子都长得很矮 是不是 严信局之 就是外面长的那些叶子 果子 看见没有 所以呢 你们发现多半的人 包括他管教他的孩子 他都是在乎的 哎呀 他那句话说的不好啊 哎呀 那个成绩不好啊 你看见他在乎的 全是外面的这些 指外面的果子 他到我们这儿来 有些人对我们很失望 为什么 因为我们 他发现我们总是从根源上 他就觉得我们不快捷 找心理学的人快捷 发现我们不快捷 我们都是会帮助他 当然我们也会跟他讲一下 这个严信举止 我们一般 我们会建议你读真言 就是直接对付你的严信举止 但是我们必须帮助你 跑你的根 看你的神学观 你的世界观 要你接在耶稣上面 好 好 我们刚才说了 世界观决定价值观 价值观决定人生观 这其实三观 就是你的思想内容 三观就决定你的严信举止 个人的思想和严信举止 就是一棵树 外面看着 一个群体的思想和严信举止 就构成群体的文化 文化传承就是传统 就这么简单 其实看世界上的事 如果你看明白了圣经啊 你遵循圣经真理 再看世界上所有的事 极其简单 那一模了然 OK 好 美国有一个非常伟大的改革宗神学家 200年前的人了 叫 叫 Jonathan Edwards 爱德华兹 他写了一本书 就旁边这个书 叫Jonathan Edwards Freedom of the Will 就是意志的自由 他里面说过一句这样的话 其实这是圣经上的诠释 其实就是从圣经引出来的 他说人头脑中的思想和形象 是不断支配他们的物性力量 我把这句话说得再通俗一点 也就是说你思想中的世界观 以及由他派生出来的价值观和人生观 是你这个人身上最大的力量 这是你这个人身上最大的力量 你就退一步 看看社会 现在国内 你就会发现 国内他是个唯物主义政权 他一边宣扬唯物主义 他说都是唯物的 他一边却极力地控制非物质的教育和宣传 你会觉得很奇怪吗 所以也就是说他这个假唯物主义 他知道 他用唯物主义 欺骗那些韭菜 欺骗那些渔民 其实他自己并不相信唯物 他做的事 完全是无信 你看他就说18岁之前 我必须控制你孩子的教育 把他孩子都送到公立学校 我拼命地洗脑 看见没有 因为他知道 你思想中的这种内容 是有巨大的力量 看见没有 是有巨大巨大的力量 这就为什么我们反反复复的跟你讲 也是你的思想内容必须改变 思想内容必须被圣经真理改变 你的所有结的果子 只是一个显示你的思想内容有问题 而且思想内容是直接是有神的话来改变的 好我们来讲上帝同在的操练 上帝同在的操练 具体的操作 具体的操作 就你要接在神的话中怎么办 就具体操作 我们鼓励你要读圣经 有系统的读圣经 我们的群里面我们是这样要求 我从信耶稣开始 我在1993年的时候 接受门徒造就 那个时候我信主两三年吧 还不知道读圣经咋回事 然后呢在米尼索大读博士 非常忙 我在读博士前三天 那个儿子也没有人帮忙 我信心跟我同时读博士 然后呢我们就 你看我的见证你会看见 然后呢我以前思想里面充满了垃圾苦毒 所以如果我不是读圣经的话 我可能早晨了神经病 而且我严重 我有严重失眠 我从五岁开始就严重失眠 我就是我如果在美国出生长大的话 我是严重的多动症 就是那种ADHD 多动精力不集中 我到现在还是这样 真的 50多岁了还是这样 所以呢93年的时候呢 这个马天南大哥 当时他也不是武士 乃我们家门徒 他说他乃门徒造就我和我先生 我们非常高兴 他就来了 来了第一天就跟我们说 读圣经非常重要 讲了为什么 讲完了以后就说 如果你一天读四张圣经 四张 外加一张真言 真言就是今天几号 你就读第几张 今天是28号 所以就读真言第28张 然后呢四张呢 这样一年就可以把圣经读完一遍 他说你一天如果读一张新约三张旧约 那你一年就可以同时把新旧约同时读完 记住一个星期只读六天 也就是说有一天你可以补习 就对某些人他会纳下了 他就可以补习了 是不是 所以一个星期读24张 再加上每天读一张真言 真言就是帮助这些 刚刚从异教背景 非基督教背景来的人 尽快在言行上 在果子上有一点改变 然后呢 他说完了以后 他就看着我 他说你说说你准备每一年 把圣经读完几遍 我一点没谱 我那时候正忙着呢 我那时候读博士 一年级还是二年级 应该是二年级 刚刚开始还没有考资格考试 我先生跟我同时读 然后呢 非常忙 你知道在美国读博士非常忙 中国可能高中最难读 美国是博士最难读 特别是科 理工科的博士 所以呢 我就说 我愿意 我说 他说你说你每年读多少 我看看他 我说你说你每年读多少 我因为没谱嘛 他说他每年把圣经流浪二十遍 哎呦 我一听吓一跳 我想他这个人 他的生命很美 我想向他学习 那我就说 好 我准备一天读六章九月 六章新约 再加一张真言 他说非常好 立下军定状 我就写下来 我这小型 1993年 某月某日 等等 就写下来了 他又问我先生 我先生说 我四章旧约 四章新约 每天 再加一张真言 他说好 也写下来 以后他就督促我们 说你刚开始读 会很难受的 为什么 因为你的喜好 跟上帝的喜好 不一样 所以你本能的 会排挤他们 但是你必须要读 刚刚是当做任务 神的话会改变 你的思想 我就这样 后来他又训练 我们背圣经 默想神经 用神经祷告 我就发现 我大概过了一年以后 我的思想内容 就变得我以前都不认识了 就开始巨大的改变 我经常失眠 睡不着觉 经常是空闲 这个我知道弟兄姐妹 还想继续听 我也知道 弟兄姐妹 还有很多内容 要跟我们讲 但是呢 我们不得不给大家 留一些这个提问的时间 我把这个见证 说完了就完了 好不好 给你解决一下 好 我就读一下这个见证 我就完了 好不好 好 好 我有好几个见证 以后不是我的见证 就是我们这些群里面见证的 这个见证 就是九月份的 三个月前 上个月 他说我们教会几个姊妹 听到小千老师的分享后 发起了一个背经群 从约翰福音开始 一周背五节 在群里打卡 现在本周正好把第一章背完 没想到既性极差的我 能顺利背诵完了第一章的经文 神的恩典超过我的想象 完全打破了自我设限 如经上所说 从他丰满的恩典里 我们都忍 敏受了 并且恩上加恩 心里装满了神的话语 那种喜乐 无可比拟 其他的咱就不讲了 好 就到这 我把这个视频关了 我们开始了 好的 谢谢周小金姐妹 然后我们有一些弟兄姐妹 提了一些问题 我们想请周姐妹给回应一下 第一个问题 有一个观众提问 说有目道友向我们教会提问 说如果神是爱 为什么这么多不好的事情发生 我们要怎么样回应他呢 这个问题非常好 我第三单课就会回答 所以咱们这个就不在这回答了 好不好 好的 第二个问题 我刚信主 现在找不到工作 非常焦虑 夜夜失眠 虽有线上查经 但不能参加 实体教会 心里还是很干 应该怎么办 我这个第二天 明天会讲这个 所以这个也不会 第三个问题 如果有抑郁症或厌血症 需要药物治疗吗 我如果呢 这个我们群里面 欢迎你参加我们的辅导群 我们群里 我们的原则是这样的 如果你还没有开始吃药 我们建议你 除非你非常严重 手都打哆嗦了 然后不能控制自己了 你可以去看医生吃点药 否则我们建议你先等一等 为什么呢 因为抑郁症的 所有跟精神有关的药 一吃多半会上瘾 借断反应 这个借药的话 它的副作用是非常可怕的 一般的人可能没想过这一点 OK 所以这就为什么就是说 但是如果你已经开始吃药了 你就需要去问你的医生 你可以跟他请求 跟你把药给降低一点 或者说是 什么时候停药等等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一旦吃上药了 你突然停你的药 其中你知道停药的其中一个副作用 就是你会自杀 抑郁症吃抑郁症药的 其中一个副作用也是你会自杀 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以前就在 辉瑞工作 其实辉瑞是世界上最大的医药物资 我们那个时候做这个跟精神有关的药的话 我们知道 它的这种 很多是心理作用 不过这个是后话了 你可以在我们群里面看了 OK 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不是个简单的问题 对 所以希望有这个问题的这个弟兄姐妹到我们的辅导群里面 到我们辅导群 对 我们有很多这方面的讨论 对 好 下一个问题 当我坚持亲近神一段时间 我的感觉和心态还是很不好 我就不想再坚持了 圣经也都不下去了 怎么办 你刚才我不知道你听了我讲的没有 结果子是需要时间的 我的樱桃树我等了三年 苹果树至少要等三年 我所有的果树都会等三年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不知道你多大年纪 我也不知道你像这种很坏的感觉有多久了 你就像这样想 你之所以是很坏的感觉 就说明了你以前的世界观 价值观 人生观 你的喜好已经是非常非常的 就是说是不符合圣经的真理 而且你是跟着感觉走 因为从你这样描述 你就是一个基本上是跟着感觉走的人 就是我们要帮助你培训你 不再跟着感觉走 跟着真理走的话 是需要花时间的 所以你需要同伴 你知道吗 我们也欢迎你来我们这个群里面 因为你们问的这些问题都是非常大的问题 都是每一个问题我们恨不得讲两堂课的问题 是的 所以你要听风华老师跟着的课 风华老师也会专门讲这个抑郁的问题 这些问题 是的 对 都是很大的 很长很长的问题 要说很久的 下一个问题 为孩子担忧 难道不应该吗 如果不担忧 是不是不负责的父母呢 你这个问题非常好 为孩子 应该为孩子 操心 应该为孩子操心 但操心跟担忧其实是两码事 为孩子计划 而且计划的内容 也决定了你的价值观 你有没有发现 我刚才说的 为孩子担忧 都是你看中孩子的这个成绩 你们有没有发现 现在名校毕业的孩子多少废品 毕业了以后 就想自杀 或者待在家里 什么事都不想做的那种巨婴 很多的 这就是什么 请你们读一下 我在新生命热线上的 写的两篇文章 就是说 不输在起跑线上 到底什么是起跑线 就是我专门分析 现在的父母 就是说因为你的 你自己的价值观 你所看中的都是孩子的分数 其实 你所看中的都是孩子 18岁的时候上什么学校 其实一个好的父母是看见 是要操心孩子在永恒中在哪 第一 第二要操心孩子40岁的时候 他的生活状况 而不是操心他18岁的时候上哪个学校 就是说我们的价值观都被我们整个社会给打磨成 你只看18岁的时候你的孩子能够上什么学校 所以这就是什么 你很多父母就是不让你的孩子做任何事 其实这样是非常非常愚蠢的 为什么 我自己是学化学的 你知道我后来做实验的时候 驾轻就熟 人家一次做一个实验 我可以一次做五个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从小的时候 你要看我的见证 就是我10岁的时候 我可以半夜桌子宴席 其实很多动手的这种活 不是读书读出来的 你知道吗 你就很多孩子 你就是天天让他读书 其实他就变得就是四体不倾 五国不分 其实他以后会很痛苦 我不是说你不应该为你的孩子担忧 不是担忧 不是说不应该为你的孩子计划 不应该为你孩子操心 我是说你的注目 注目错了 你放错了地方 你看见的只是他18岁在什么地方 你应该你应该就是从圣经真理 看得远一点 这是我的point OK 谢谢 其实这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对这也是个 这也是我们在我们辅导群里面 讲很多很多 对 所以我不是说了吗 我们的讲座 只是一个前菜 只是一个开胃菜 让你了解我们 我们这个辅导事工做啥 下一个问题 我工作的时候 也没读经 也没祷告 我还算住在耶稣里面吗 我跟你说 我也工作 ok 我工作的时候 只要我的老子闲着的时候 我就会想一下 你们如果看我们辅导群里面讲 我们会训练他们怎么背圣经 比方说我 我最近 我这个星期背的五节圣经 我工作 如果我高度集中 我要想我的这个科学方面 工作方面的事 当然我就不能想其他东西 但是你会发现工作的时候 多半的时候 你大脑闲着 然后你就胡思难想 然后那些张家常 李家丹 我的配偶又得罪我了 我的孩子又怎么讨厌 然后这的那的 这的那的 是不是 就是说 我有这个胡思难想的时间 我就想想 我这 今天我这个星期 我读的圣经 他教导我什么 跟我有什么关系 这不就是住在耶稣里面吗 是不是 好我们 还有这个两分钟 就不再提问了 因为这个 我也总结出来了 一个是呢 更多的问题 请听后面两堂的讲座 另外一个 请去这个我们的辅导平台 因为这个 还有两分钟 我想这个一个问题 都没有办法 给你仔细的解释 很多的问题 都不是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可以解决的 所以呢 在这里呢 请我们的同工 把这个 我们有一个微信里面的 一个二维码贴上来 可以让大家先进去 然后我们可以这个 请大家在微信里面 继续的给我们留言 然后 同工去整理二维码的时候 我们请这个 周小金姊妹 为群里的弟兄姐妹 做个祷告吧 更多的 在主里面依靠主 天父上帝 孩子们把刚才的这一段时间 向你献上感谢 主啊 感谢你 你自己说你是葡萄树 我们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 是你上面的枝子 住在你里面的 你也住在我们里面 如果我们住在你里面 你的话就一定住在我们里面 主啊 求你真的是帮助我们 帮助这个 线上的每一个弟兄姊妹 真的是都有一颗心志 从现在开始 如果以前还没有住在你里面 如果以前你的话 还没住在他里面的话 主求你 联名我们 都从现在开始 住在你的话语当中 然后 求你 给我们一个温柔的心 一个在你面前敞开的心怀 真的让你 用你的话 来改变我们的世界观 价值观 人生观 然后改变我们的言行举止 也改变我们的感觉 我们的情感 求你帮助我们 真的是让我们能够活出见证 你说我们多结果子 你天父就因此得荣耀 我们也就是你的门徒 感谢你 求你帮助我们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阿们 好 感谢赞美主 弟兄姊妹 看到我们贴在屏幕上的二维码 你可以扫码 加入我们的辅导群 两位讲员都在我们的辅导群里 大家可以把你的问题贴上来 不过可能这两天会比较忙 我们没有时间立刻回应你 请等大会结束以后 耐心等候 另外我们暂时先停到这里 因为还有两个小时 大家还要继续的参加我们的大会 我们如果弟兄姐妹 想要继续参加专题三的 赵小琴姐妹和傅芬华姐妹的讲座 请明天继续 我们一起来在真理里面 思考这些问题 弟兄姐妹平安 再见 再见